刚刚的消息也说到了有关于乌克兰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议会呢 已经通过了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这样一个决议 那么最新的消息马上联通的是正在俄罗斯的本台记者宋一平 一平你好 林桑你好 到目前为止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出来 你现在掌握了哪些更多的一些信息 好的 因为我现在其实掌握这些信息 也是从俄罗斯媒体 包括电视还有网络媒体来获得的 首先我们刚刚得到的这个消息 他是说克里米亚当地的议会 他们现在已经决议 决议的内容就是请求加入俄罗斯联邦 那么他们在通过职业以后 他的一个副总理就出来大楼以后 面对一些在大楼外面等待的上天民众 宣布了这么一个决定 当时我们看到电视的画面 也是得到了民众的一个热烈的欢迎 好多人高喊着就是俄罗斯这样的口号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俄罗斯方面呢 我们也是马上关注了俄罗斯总统的网站 我们看到了这是俄罗斯总统的经营发言人 贝斯科夫 他就讲了现在俄罗斯刚刚到的消息 那么目前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呢 他可能还做出任何的评论 他们说已经把这一消息呢 已经汇报给了总统普京 那么我们知道总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他在此前一天的这个大新新闻发布会上 他就曾经讲到过有关俄方对待 克里米亚 进行后来的走势的这么一个看到 说克里米亚的局势 应该由克里米亚的人民来决定 然后他的未来呢 应该由当地的民众来决定 何况俄罗斯是不会干预当地的这个 政核形势的这个走势的 好 我现在讲过这个情况 好 谢谢一平从俄罗斯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些信息 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